诶,陈江,你好久回来的嘛 诶,就是,哦,好,马上来,马上来 前辈,等下来,等下来 哦,原来真的舞蹈穷,都看不起我 你看,车子好,车子买起啊,藏着腰间 看哪个都被我消气啊 真的,先说一说,马上好车子真的体面 这种药子车子,脸上真的有光荣 原来,大哥都看不起我,真的 整天过后,现在回来的时候 人家真的看我眼神都不一样 因为这好车子开启了 慢慢走,工作人家打,打招呼 让他笑,我回村了 没有打牌呢?没有,你又再拿钱 我们拆回来,拆回来 他进去要把人家打个招呼 车子开不进去,现在技术没练出来 暂时就暂时放上这些 暂时放在边边上 看到没,豪华的车子的一个功能 这个叫发动机汽停 刚刚我们就回家了,回家来过年 说实话,现在回来的面子 人家看我的眼神是不一样的 说实话,原来我们家真的很穷 真的很穷 大家应该如果是我的老粉丝的话 看过我之前的视频 我们的老家就是地震之前的家 特别穷 真的吃肉这些都成困难 然后可能说 原来我得过一种病 你们可能都没有得过 什么病呢?吸血虫病 就是吃的东西特别脏 然后喝的是井水 当时家里面都没买空间水 然后真的过得还是比较的惨吧 可以这么说 真的还是比较穷 因为当时家家户都没有钱 我们家就随那种特别没有钱 特别穷 然后很多人都看不起我 然后就说 这我以后没出去太穷了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 我在外面打工 虽然一个月三千多 但是我贷款买了这辆18万的车子 原价18万 我买的时候已经13万了 但是我报肯定只报原价 不管它是什么便宜 它原价都是18万的豪车 买这辆豪车过后 带给我的 只有体面 太太体面了 你看我看我 我回车进来 叫他们每一个我认识的人 他们对我的回答 都是许笑颜开的 因为 有句话是这么说的 穷在闹市无人问 富在深山 有了远亲 如果你不信 你去看一喝酒的 卑卑斗尽有钱人 虽然我不能称为有钱人 但是我现在能开上这个车子 我的身份 已经提升上来了 最近我发现你这个身份地位 在我们村里 又提高了一个档次了 你现在才知道 刚刚有个兄弟 刚刚从广东回来 又打电话叫我 今天晚上去那里喝酒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以前没有买车之前 家庭条件也很比较差 都没有人叫我去喝酒 自从买了这台车以后 就出门的时候 就出门的时候 也有很多的亲戚跟我打招呼 要说明我 在这个城的地位 也提高了一点了 现在是说话 可以硬硬气一点了 所以呢今天晚上 我就出去 剪个头发 打扮了晾窄一点 精神一点 去我们邻居家喝酒 我作为上门女婿 第一次有人请我去她家吃饭 喝酒 所以呢 要去打扮一下自己 好了 现在去街上剪个头发 有车就好了 有大把人打电话过来 关 我跟他 哈哈哈 你发回来了 这个发型亮不亮 牛逼吧 像不像老板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 剪这个光头吗 十个光头九个负 所以我剪个光头都 像一点老板 样子像老板 还买了一包烟军 往上去装逼一下 现在回去了 电话要打过来 又叫我回去快一点 那我们先回去吧 刚才 他打了他打了几个电话过来了 他打了他打了几个电话过来了 他打了电话又来了 马上要过去了 你们有个儿了 他打了个电话 他打了那 哎呀 现在就是不一样啊 电话我的秘密来啊 啊 先过到大家里面去搞一拍 走了 Obrig了 吃饭了 今天晚上好多冷汤 吃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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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应该是四起的钱 两起的 吃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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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起来 打起来 要从净打 打不起 打不起 你打不起 每次要做重景打 你打架子才打那种打起来 那还是说说你打 是不是要乘了 几手鱼还算到位点 天天毛红细雨的 天天毛红细雨的有点麻烦 那个家伙 这次 这下子全村人都知道他买车了 搞了一部 凯迪拉克 没有多久的 昨天晚上可能回来 晚上回来他就是 开着那个坎子下面去了 还算运气好一点 运气好一点还没有翻下去 他现在下雨啊 现在都是毛红细雨 你不好搞啊 刚才叫那个吊车来 那个吊车 吊车也没有办法他说 因为那路太窄了 路太窄了还没有地方下窄 他没有地方下窄 所以只能叫我们这些人工啊 他早早就去买烟来 叫我们全村人 一人给了一包法子 要等一下 等一下没有下雨才好去搞 他那房子也是像招老头子这样烂烂的木房子 就像招老头子那个烂烂的木房子 他还搞个小车 也是面子工程 我们这里好 好几个年轻小伙子在外面打工 他就是房子 房子像招老头子 这个烂烂房子 他都是搞的好大小车 有面子一点 招老头子 招老头子是 不是要了没有钱也不搞了个面子工程 算了 穷就穷一点了 在我们这里好多 他就是房子烂烂 也是烂烂的 下雨到处露雨 他小车搞得很好 哎 合家 把杀烂烂用